製作多少錢 你知道嗎? 製作三百萬 現在這幾年有這很厲害 一百萬千 你喜歡用甚麼? 真的假裝了 幾百千 你會買一個松霸 一百萬千五百萬 一百萬 一百萬 不要再買二十萬 我現在做的就是 這句叫做台灣人是什麼把肉送的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很快 我們這個沒專門 所以基本上我從那個時候到現在8年這段時間呢 在東午茄的前後都沒有回來台灣 所以我已經是有8年左右沒有在台灣吃關於台灣的肉粽 對台灣的肉粽是非常的懷念 有肥豬肉然後有油蔥有香菇還有那個蝦米 就大概就是這樣子 味道應該是還不錯 嘗嘗看啊 我看一包丁不錯吃了 好吃了 餓得這麼多 我跟阿嬤說我覺得他們家包的這個肉粽很好吃 我阿嬤說當然啊裡面料放那麼多當然好吃 哇這裡面是鹹中帶一點油蔥的那種香味 然後整個米吃起來是軟糯軟糯的 好可怕 笑 今天忙 Taliban 很久 ahead 雞眼點 好可怕 煮 التي 阿婆,我好像 我好像 我好像 function 我好像是這個 我好像是這樣 我好像要走走 我回北京回來了 三年半沒有回來 疫情開始我就一直在北京大 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我就過去了 阿嬤去館廳我跟她去走一下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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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沒錢啦 你現在怎麼來 阿甘哥也沒錢 越來越黑 為什麼你要怎麼拍照 我有在拍照 對 對 好 好 我去那裡 我去那裡 等一下再過來 好 好 好 哈哈 這就是廚房隔壁 對啊 對嗎 我們這裡給他躺在外面 是啊 你一定躺在外面的嗎 對啊 搞怪 公仔 看你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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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知道 對啊 還是我拍照片 天霸王 蛤 拍照片 天霸王 天霸王是什麼意思 你看 你好 我說 我看你拍照 對啊 對啊 這是你大孫的嗎 我小孫 你會看那個 大孫 大孫 小孫 對 對 你哪知道我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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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知道 對 對啊 我們這裡說 要看你拍照 對啊 爸爸一眼 叫我媳婦拿回來 索實的 這是索實的嗎 這是索實的嗎 這是索實的 喔這是索實的 啊 你們說 一點 一點 沒有啦 我說 豬肉啦 不然就拍好 這樣 很厲害 我告訴你 很厲害 早上要買你知道嗎 做日要買 腳踏下去 沒人家沒人吃 人家都很熟 我去那裡 去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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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小 但要把它放在那裡 我放你的手 沒有放你的臉 放你的臉 放我的臉 放我的臉 我白人不肯了 這個白人不肯了 這麼大顆 對啊 很大顆 有 我會吸收 哦 喔 在外面吃的時候還好 主要就是在準備撈 這個撈的時候 在廚房裡這樣用 比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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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這個更厚 穿這個更厚 你們這樣說 你剛才說 你剛才說 真好 什麼都 感到很不肯 吃 香菇啦 當下啦 不論不論是否 對啊 你們說 說你 我愛吃大麻 他就 沒什麼愛吃 他沒有 他只吃一碗 就最難看的 怎麼看的 說一天 沒有吃什麼 說只吃一碗 四櫃而已 都沒有吃什麼 對 我沒有四櫃都在吃而已 沒有啦 我整個吃一碗 給他吃 只吃那裡 都沒有吃什麼 然後 回來又怎麼樣 我帶一台去台中 我說 他說 實在有夠疲 我問他 你吃什麼 說 沒有啦 他也只要吃菌水而已 自己 吃菌水 在吃而已 他都要吃涼的 吃菌水就好 吃菌水比較好 多好吃 兩人 兩人也不少 我買一十顆 就兩百多了 兩人一定 注定幾個 每人都要三十 我也要三十 三十 三十才會好吃 是嗎 對啊 農山的泡泡 對啊 我來抓這個尾 比較涼 比較涼 這個要三十四 我告訴你 這個要三十四 這要三十四 就用這台 在這裡三 對嗎 對 一次三十三 只要三十一斤而已 我們這邊都是用三的最炊 對嗎 三十五個炊 三十五個炊 你用兩次嗎 這比較Q 你準備要炊幾個炊 幾個炊 幾個炊 算幾個炊 一炊 像這樣一炊 可以有二十個嗎 剛好二十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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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炊有二十顆 你會炊在炊上 你會炊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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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炊下幾個炊 不然我怎麼炊下 還要炊下 你會炊下 今年不炊 我幾年沒有炊下 你是幾年沒炊下 你是幾年沒炊下嗎 對啊 我就沒炊下 太炊嗎 沒炊下 你炊下 你炊下 我炊下 你炊下 用那太炊 用那太炊 很費工 我炊下 炊下 炊下 我可以炊下 你炊下 你炊下多少錢 你知道嗎 這炊下多少錢 炊下多少錢 現在是這幾年 有家企業很厲害 有家企業很厲害 你會炊下 你會炊下 你怎麼炊下 幾萬錢 你自己煮一條豬發 就1500 1500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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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說 怎會搶他了嗎 我現在做這個就是 現在這幾號叫做 台灣人是怎麼把肉粽的 哈哈哈 不要把肉粽 我們已經可以搶到肉粽 很快 我們這沒有專門 對啊 我拿到這幾譯 讓人們看看 這個原本是誰要怎麼 想吃 沒要上桌 沒有要充 еще 好像不夠拐 我用... 沒關係,我用拐的就好了 沒有啊 你那隻也要放在地板 那隻一隻鞋子,這樣就10顆了 不用啦,不用啦,我用香的這樣就好了 你放到,你就直接對那個 放冠兩顆,把它拿起來 我沒有拿起來,我這樣吸一下就好了 這鍋料,這樣拐的這樣 這樣拐的,要拐一顆就好了 拐一顆就好了 我是說兩顆這樣拐的,要拐就拐就沒關係 兩顆比較漂亮就對了 對啦 這樣比較漂亮嗎 拐啊 好 牛這邊啊,這樣喔 對啦,牛層這樣啦,兩顆加牛 好 好 這樣啦 蛤 這樣比較有看 對 對 對啦,你這個拐的跟老實話都沒看 頭腦的就變得聰明了 好啦好啦 好啦好啦 我是從2015年的4月份到大陸這邊工作 然後因為在大陸工作的時候 反台的假期就沒有說很多啦 所以基本上我從 那個時候到現在8年這段時間呢 在端午節的前後都沒有回來台灣 所以我已經是有8年左右 沒有在台灣吃關於台灣的肉粽 對台灣的肉粽是非常的懷念 這次在2023年的6月份回來台灣之後呢 剛好又是在端午節的前後 這肉粽的話是四角形的 那腦會嗎 腦會嗎 腦會比較短嗎 不用,這樣剛好 剛好,這樣這個羹羹剛好 然後這個肉粽的話 是用台灣的那個麻竹筍 麻竹 這個一種竹子的名稱 品種 然後的竹葉子去包的 基本上在台灣的南投的附近 都會包成像這樣子是四角形的 我阿嬤剛剛幫我拆開了 就是長這個樣子的 外面的米的話是用那個糯米 有稍微簡單泡過水蒸過之後 然後加這個是蝦米 有蝦米喔 蝦米香菇 香菇跟蝦米 然後基本上呢 南投這邊包肉粽的話 都會加一塊豬肉 豬肉阿嬤說的就是肥豬肉 豬肉 就是這一塊 一直沒弄起來 還有這種肥豬肉阿 大家喜歡吃的是吃那個三層肉 就是有肥中帶瘦的 這種肉質吃起來會比較好 然後還會再加一些油蔥酥 油蔥酥在大陸的話 比較少一點 但是在福建那邊應該也會吃 欸 這條怎麼 這條沒好兩年了嗎 沒好兩年了嗎 然後像是我們昨天在包的時候呢 阿姨他們那邊有放了 應該是叫阿姨吧 反正就是 但是被問我也不太清楚啦 然後他是有加那個蛋黃的 阿這次他送給我們這裡面 暫時是沒有放蛋黃的 所以這個最主要的就是 有肥豬肉 然後有油蔥 有香菇 還有那個蝦米 大概就是這樣子喔 味道應該是還不錯 嚐嚐看阿 欸我看他一包肉不錯吃到 蛤 好吃到 嘿嘿 餓得多了 哈哈 我說我跟阿嬤說 我覺得他們家 包的這個肉粽 很好吃 我阿嬤說 當然阿 那個裡面料放那麼多 當然好吃阿 哇 這裡面是 鹹中帶一點油蔥的那種香味阿 然後整個米吃起來是軟糯軟糯的 昨天問他 問那個包這個粽子的那個阿姨 他是說他是先 你先沙粿 然後再用蒸 他說這樣比較Q 對 沙粿才說水粿 對 他的做法是包完之後呢 先用水 煮熟 煮熟了之後呢 再用蒸的 他說這樣子米吃起來會比較Q彈 有彈性軟糯這樣子 看一下喔非常好吃啊 我有吃過大陸的浙江的 北京的 北京基本上都是包甜的喔 包甜的味道完全是不一樣阿 然後呢 也有吃過廣東的 我感覺廣東的比較近視於台灣的肉粽 但是 就是這個味道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台灣人包的這個味道 就是真的是記憶中的味道阿 不管是給誰包 做出來的方式都差不太多 可能是有加一些油蔥酥吧 特別香 吃吧 它的還有紅糖酥 很多 它都 爆了很多 爆很多 那意思是 那個肉粽多 肉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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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肉粽多 哇 來 嘗一口 我 聚焦一下 來嘗一口肥豬肉 哇 我剛才吃那個 沒胸肉 你吃了嗎 你沒胸肉嗎 沒有 我吃那個 沒胸肉 知道 你吃了一口 我吃一口 哇 哇 真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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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包的也真好吃 我說你包的也真好吃 你吃什麼 那一口肥豬肉 我都操一口肥豬肉 我現在吃了 不然 操一口肥豬肉 這操一口肥豬肉 我阿嬤說 她說以前她還會包肉粽的時候 冬午節到了都會包三次肉粽 快到了之前包一次吃吃看 第二次是冬午節到了之後 可能要上樓去進行一些祭祀 然後還有可能會親戚過來 然後會來這家裡吃 包第二次 第三次呢 冬午節快結束了 我們這些晚輩準備要離開南投 各自去各自的城市工作的時候 然後她又會再包第三次 讓我們帶著離開這樣子 你看 哇塞 這個非常香 哇 你看 裡面超多料 它咬得那麼多 你看 嗯 事情是很高竿 很高竿喔 嗯 網上精華 店 concur 這樣我對他們身材很棒 要有吃了肉粽 吃一 烟烏烏要吃 無久相對 小孩子這一做都不時相對 如果吃老虎就能相對 對 快吃完了 非常好吃 要是 中午節的期間 要來台灣外ARY 一定要品嘗一下 它是台灣本地、本土的 你就是看哪一間排隊排的人多一點的 去吃 就還行 吃完啦 好